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就是只野兔吗 犯得着这么大动静 有多少胜利被你杀戮 区区一个山神 你敢在我面前说三道四 臭小子给我接受 喂 臭小子住手啊 喂 你干什么呀 疯了你呀 山神 山神快起来 快起来呀 老子要跟他拼命 山神 山神 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他去交给我处置吧 行 先告辞了 五公主 哎 你疯了你呀 说起来 还要感谢你的青金石 我是在他恢复的时候 就近吸纳了他的能量 现在我的法力正在恢复 哼 很快 我就又可以为所欲为了 再也不用怕别人了 你看你这个死样子 你看到了吗 你看他刚才那死样子了吗 他疯了他呀 真是 其实我很讨厌这个小子 但是这次你误会他了 刚才不是他 是别人 你是说他背后有人 不是背后 是肚子里 肚子 火龙子 梅先生 我现在杀掉火龙子 是不是连他都 但如果耽误了时机 恐怕就制服不了火龙子了 那我们有两全其美的法子 既可以杀掉火龙子 又能留他一条小命 那只有看这小子的造化了 他现在哪有什么造化 你看看他现在这个死样子 肉体犯胎 还贪生怕死 五公主你真是个明白人 嗯 我就说 阿母姑娘 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知道你刚才干什么了吗 我 我真的是不太记得了 但是有一个老头好像 他他他他他他特别凶对我 你差点把人家打得灰飞烟灭 凶一点不行吗 我 我 你 我怎么可能 姑娘 梅先生 你盯着我很久了 是不是该歇歇了 你放开我 梅若瑛 你带我缓口气 我连你和你师父一起收拾 我没师父 那我就收拾你 阿母姑娘 你不要听她做事 她是老军牌来监视你的 小雪 你现在怎么这么说话呀 冷冰冰的 一点感情都没有 五姑娘 那是她肚子里的蛔虫在说 喂 有本事你就出来 干吗当蛔虫啊 梅先生 你说话的样子好怪哦 这回是臭小子本人了 天哪 我快疯了 之前阿母姑娘 间歇性失忆 现在又换你臭小子 双重人格 人格分裂 都快忙不过来了 海姨嗓子心情舒畅多了 五姑娘 下手吧 你学过艾壳吗 不然的话 会有以下几种情况发生 一 流血过多 我挂了 二 二 伤口感染败血症 我也挂了 三 你的剑割破了我的心脏 我还是挂了 门先生 门先生 五姑娘 我看好你 我拔不出来呀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拔不出来 后果很严重的 你 知道什么叫缘分吗 缘分 缘分 有缘有分 这个老头就是你们天庭里面 最让人讨厌的神仙吧 她是在人间最受欢迎的月老 五公主 菩萨再三叮嘱 雪灵瞳放走了龙主 舍下的罪孽 只有她本人来偿还 这样她才能重返天庭 位列先般哪 让她去制服火龙子 你没事吧你 冰凉啊 我们神仙是没有体温的 那就不会感冒发烧之类的了 你们神仙真的很幸福啊 她现在不算神仙哪 为什么你们一而再 再而散地挽救她呢 老君是如何吩咐你的 他还能怎么说 就是盯着雪灵桶火龙子啊 还说什么 没了 就这样 那还说过什么 没有了 梅先生 好了 就是有机会的话 把这个雪灵桶干掉 就是那个臭小子 只要老君不动手 雪灵桶啊就有机会 他 你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对他一点信心都没有 在干什么 走开 时势玄机啊 有雅兴打谱啊 你去你 还真下手啊 无限温柔踏 踏拳 灭影十八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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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干什么呀 左公主 没什么 梅先生 不如你去帮我找找柴火啊 我找来找去就找了一根 好柴火是吧 等着 我不看 捡起来 继续看 就不看 就不看 姐 继续 我为什么控制不了自己 我就不看 不看 小雪 我怎么有空 我帮你看吧 好啊 给你 我控制不了 给你 我控制不了 小雪 小雪 喂 小雪 我控制不了我 你在干嘛呀 拿来拿来 我帮你看 拿来 烧了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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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啊 刚刚她就一直很奇怪地丢啊丢 就把那个 把那个丢到火里了 你看啊 你们看 好奇怪啊 不怕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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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样子就可以不怕疼的 埋剑处 轩辕山西风八里处 轩辕山 轩辕山是轩辕市居住的地方 轩辕市呢 就是皇帝 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 他要上历史 他为什么叫轩辕市呢 是因为他曾经居住在轩辕丘 但是呢 他为什么就因为那层做轩辕之符 就叫他轩辕呢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别讲了 你有头绪吗 我明白了 可惜啊 这块铜牌并不完整 到底世界上 有几本这个时事玄机 你问我 我去问谁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对呀 一起去吧 行 解开我心 你别装了 你说火龙子 你是火龙子 500万 Tre